大家好,这里是虫色几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随着人类活动盛行,海洋污染也成了头条大事 统计显示,当前最大的海洋污染源来自塑胶 约涨污染物总量的八成 这些塑胶有常见的宝特瓶跟塑胶袋 也有肉眼难辨识的塑胶为例 另一份报告指出,当前每年有800万吨塑胶垃圾流入海洋 这份数字等同每分钟就有一台满载的垃圾车排放入海 说到塑胶垃圾的产制 相信大多数朋友第一时间会认为 人口越多的地方生产的就越多 但事实上,真相却呈现极端失衡的状态 人口仅占全球1%的菲律宾 却制造超过总量3成5的塑胶垃圾 即使是拥有14亿人口的第一大国印度 也只贡献了一成左右 极度反直观的真相 不免让人好奇 菲律宾如何变成全球最大的塑胶垃圾排放国 在讨论菲律宾之前 我们要先来科普塑胶污染对环境的影响 塑胶这种聚合性材料 原始来源是石化工业 在制作过程中添加了不同物质 最终呈现出不同的材料性质 数据显示 全球每年生产超4.6亿吨塑胶 人们现在一睁开眼睛 必定都能看到塑胶制品 塑胶平价且特性多元的属性 带给人类极大的便利性 但其有个致命缺点 那就是难以在大自然中自然分解 而细小的塑胶微粒 又可能透过生物累积或其他方式 不断在食物链中堆积循环 进而破坏生命体的健康 而在广阔大海里的塑胶垃圾 虽然最终的归宿是海洋 但绝大多数的来源都是陆地 在海上产生的反而只占两成 而产自海上活动的塑胶垃圾 主要是补育活动中的产物 包括了被抛弃的欲望、掉线、伸缩等废弃物 或是船只沉入海中所造成的污染 与此对比 来自陆地活动的塑胶占了绝大多数 而这些陆产的塑胶垃圾 最一开始也不是被投入海洋 而是从西河冲刷排海 或是在风吹日晒的过程中 分解出了微塑胶 再顺着水循环进入海中 当前以塑胶用品原形态 被排入海中的垃圾 每年大约有800万吨 而以微塑胶形式的则有150万吨 按照目前趋势研判 进入2025年后 所有海中生物跟塑胶的比例 将飙高到3比1 也就是每300万吨鱼 就会配上100万吨塑胶 这是非常夸张的数字 对人类来说 更棘手的问题在于 流入海中的塑胶垃圾 会跟随洋流 形成所谓的海洋垃圾袋 这些垃圾由悬浮水面 或处于水下的小塑胶纬粒构成 不断移动 且难以在某处堆积 也因此 不管是出动飞机 还是靠卫星 都很难大面积的锁定垃圾 增加了后续回收处置的难度与成本 自从19世纪 人类拥抱石油以来 塑胶制品花了不到两个世纪 就已遍布世界各地 连船只难以造访的偏远海域 都有洋流推动着塑胶制品 踏遍了地球上所有角落 而当要问责时 我们却注意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统计显示 全球所有海洋塑胶垃圾中 有高达35.2% 来自一个单一国家 那就是菲律宾 而在这之下的第二名 是印度的12.5% 之后依序是马来西亚的7.22% 与中国的6.98% 若以大洲排序 整个亚洲 合计就贡献了超过八成的海洋塑胶垃圾 第二名非洲仅占7.99% 南美洲5.51% 北美洲4.5% 先进的欧洲更只占0.6% 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海洋塑胶垃圾 来自菲律宾这个岛国 这背后有哪些问题 他们干了啥事 会排放这么多塑胶垃圾入海 这背后的因素众多 我们先从先天特性说起 荷兰海洋捷径基金会研究团队发现 陆地面积越小 海岸线越长 降雨越多 废墟物处理系统越差的国家 就越可能将塑胶垃圾排入大海 而菲律宾正好四点权重 整个菲律宾共有7641座岛屿 4820条溪流与河川 海岸线总长度36289公里 是全世界第五常的国家 相比之下 印度、马来西亚与中国 河流总数都只在1000出头 与菲律宾将近5000的数字相比 差了好几倍 而在丰沛的降雨之下 这些水稻就成了塑胶高速公路 将人们产制的垃圾 直接送进大海 牛津大学数据看世界平台资料也显示 当前全球塑胶排放量最高的10条河流中 菲律宾就占走7条 剩余的3条有2条在印度 1条在马来西亚 而菲律宾排量最高的河流 名为帕西格河 位于该国首都马尼拉 直接贡献全球海洋塑胶垃圾总量的6.43% 以上说的还只是地理上的客观条件 菲律宾人文活动的特质 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那就是该国大量贫困人口 与随之盛行的小包装经济 菲律宾境内贫富差距极大 是亚洲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该国当前有超过两成人口 处于绝对贫穷线下 换算下来 每5个菲律宾公民 就有一人根本养不活自己 而在人口超过140万的马尼拉都会区内 更坐落着大量的贫民窟 我们知道 越是落后的国家 首都就越容易呈现贫富两极的情形 这些大城市汇聚了大量的机会 但也有更多穷人跟游民在狗言残喘 游客上一秒刚走出办公摩天大楼 拐国安就来到脏乱拥挤的贫民窟 当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时 很少人会关注到保护环境的议题 在马尼拉 贫困的菲律宾穷人大多领日新卫生 每天收入就在温饱边缘 能过得了一天是一天 也因此 他们很难购入大罐装的商品 常常都是领了薪水 转头就花在当天要用的所有事物之上 因此 便宜的塑胶袋 就成了他们装成万物的容器 在这里 不管是常见的食物 还是牙膏 洗发精 沐浴乳 咖啡 洗衣粉 调味料 所有常见的生活用品 都被分成塑胶袋小包装出售 这造就两个问题 不仅万物都用塑胶装成 每包能装的量还很少 每天都要再买新的塑胶全套 在这样的消费习惯之下 单单一天 菲律宾就消耗了 一亿六千三百万个塑胶小包装 每年用掉将近六百亿个塑胶袋 数字非常惊人 由于这些塑胶小袋 每天一包即拆即用 不仅很难回收 就连平民自己也很难再利用 而前面说过 马尼拉遍布大大小小的平民窟 许多地方没有街道像那种可言 垃圾车根本无法进入清运 路旁更是不可能会有垃圾桶这种东西 人们用过的塑胶袋 常常就直接被随手抛在地上 而拥挤的马尼拉 下水道系统根本就不堪重贺 最终 人们大量产制的塑胶垃圾 就直接在雨季冲刷入海 以世界塑胶污染最严重的帕西格河来说 河川两岸就坐落许多贫民窟 居民们产制的民生垃圾 毫无回收价值可言 因此每天都有数以钝剂的塑胶袋 飘入河内 而这里的居民认为 大瓶装不仅要花更多现钱 还可能导致使用时不小心浪费 而小包装每一分钱都能用到 久而久之 就成就了这么一条通往海洋的塑胶高铁 面对国际压力 菲律宾政府虽然有推出一些法案 但执行力道非常薄弱 且按该国民情 以当前的条件 许多事情真的很难执行 在朋友们观看这则影片的同时 当地人有大批塑胶垃圾被排入海中 最后也想问问朋友们 面对难解的塑胶污染问题 国际到底该怎么帮助菲律宾 要出人出钱还是出技术 才有可能掐住一条又一条的塑胶聚合 好了 这集的重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重设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